好 练佳子 刚才已经看出来了 对对对 看出来了 李大超是从小就练吗 八九四的时候 一直练到初三毕业 主要练套路 有一点小成就 就是进了我们学校的那个表演队 然后参加过河北省的武术比赛 那这个武术练这么好 怎么就改说相声了呢 因为我们那个武校 每个月会有一次文艺活动 我也特别享受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爱上相声 下来之后就是开始搜集 所有有关相声的资料 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搜到了清曲社 这么一个视频 底下有那个QQ号 然后我就加了 我说我可以上你们那个地方学习吗 人家说你过来吧 然后我想都没有想 买张票我就到西安了 晚上跟我师父见的面 我师父是苗福 苗福老师见的面 坐在一块吃饭 他就告诉我 在这个地方踏踏实实呆住了 缺什么需要什么 随时说 这地方就是你的家 性格挺冲动的 想学武术就学 想说相声就说 然后跟我们在一块 想得病就得病 什么叫想得病就得病啊 这是什么话 有一场大病差点要命 是这么回事 我是长期地练武术 一段时间不练之后呢 对身体上就有一些影响 14年的时候得了一个病 叫气胸 可能有些朋友听过 就是肺泡破了 当时这个左肺 就是压缩90% 就整个阵半边不工作了 就没用了 然后上医院检查 检查完之后 大夫直接让我住到ICU了 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 就这时候 那个大夫进来 拿了一个病危通知书 说来签一下吧 找你家属 当时我就哭了 就是受不了那种冲击 然后我爸妈也不在西安 他们在山东 是我师父苗福老师 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给我联系的转院 前前后后花了 有六万多块钱 然后这个钱 我没有花过一分 是我师父和社里的 这些个小伙伴 帮我拿了钱 然后我这搭档那时候没钱 上学那会儿 帮我拿了五千块钱 就当随份子了 好像死是什么 这干什么 万一回不来了 那超是不是也觉得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 是不是特别的温暖 特别温馨 特别温暖 那段时间我不住院吗 我们社里的人 几乎每天都来看我 来到这个舞台 有什么目标吗 其实这次来呢 我不光是 因为我们哥儿俩 我身后呢是轻取社 如果我们哥儿俩 能往前再走一步的话 就更好了 反正不让我们团里人 我们社里人 对我们失望 就不让我师父失望 比赛结果真的不重要 因为比赛是一个一瞬间的 大超 其实你应该 多跟你搭档学一点 放松一点 尤其是带给人欢笑的 这种工作 玩的做艺术 会更舒服一些 认真是好事 就是有时候会 不那么放松 因为我的老师 那时候教我们就说 你什么时候 都在舞台上玩起来了 你游刃有余了 你这个驾驭舞台的能力 就会更强 就会更舒服 感谢两位 谢谢 感谢 感谢 感谢